再來是 我覺得我的務實方面是 可能我買東西方面 比如說看的眼光 像我這個康康 它是我那時候生小孩的時候 買的 那時候因為疫情 然後我就在家一直划 划臉書 然後就有一個朋友是代購金品的 我就跟他許願 然後後來就說 我的一個貴婦朋友 他覺得他太小隻 一百六十幾公分 因為他這個是二四的 對 太大 他說你有想要收嗎 他原價賣你 我說當然好 而且全配 而且它雙色 對 它雙色 裡面是粉紅色的 真的很美 很可愛 對 雙色 就如果我買了 我賣掉也是賺了幾萬塊 對 我是這種務實 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以前在拍戲的時候 就可能每拍完一部戲 我就想要買一個包 犒賞自己 覺得這是一個成就感 那時候就被朋友洗腦說 你應該買錶 你要去投資錶什麼的 朋友的親戚是錶店 然後他就說 我在歐洲找到一支AP 他狀況滿新的 他說你要不要買 就是我手上 手上這支很經典 真的都賺 很經典 你知道這次疫情關係 很多錶都漲了 然後我去那種二手市場看 這支錶已經 我當初買的是二十幾 然後現在已經漲到兩百了 真的假的 AP的錶 多幾年的時間 長這麼多 我那時候應該是七八年前買的 這支錶是二十五 七八年前漲了 AP本來就很誇張 AP超保值的 AP很誇張 他一進場 其實我剛剛沒有看他人 我才看他的錶 相較之下 觀光你們買的這些東西到底 蛤 有什麼用呢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覺得後來在買東西的路上 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很多東西 在你買的當下 他的任務就已經達成了 你們懂嗎 觀眾朋友們 你們懂 哪一支 哪一支這支是不是 我看你買的時候 沒有 因為我個人 其實他是粉紅色的 所以我只要看到 粉紅色的東西 我都會直接買 就是我不管他什麼牌子 我就是像這種帽子 然後粉紅色的娃娃 然後粉紅色的帽子 不好意思先生 我們再看這一套 不好意思 不是看這個 站在錄影 然後粉紅色的口罩 然後像是這種大象買回來 也不知道要幹嘛 你真的連APP的網絡上的字 都粉紅色 對 我連這個都粉紅色 然後連這個無聊到牙尖刷 也都會買粉紅色 真的 連氣牙的時候都可以有粉紅色 我就想要有整個色系感 然後像這種零錢包 然後甚至更誇張的是 我皮夾裡面有時候不想放一千塊 因為我要換成粉紅色一百塊 蛤 一百塊要很多針 那它出會很破耶 我想要看起來是粉紅色的 你好誇張喔 然後像這個 那你的內裡咧 內裡看不到的地方 乳雲可能是吧 沒有要留意 然後像這種 我去樂高樂園買了這種盒子 我現在回來都不知道要幹嘛 可是我就覺得好像是 好像可愛可愛的這樣 反正我就覺得可以幫自己找一個顏色 然後無時無刻去搭配 去改那你今天怎麼沒穿粉紅色的衣服出來 因為我怕消失在這個背景裡面 因為通告大有寫說不要穿粉紅色 然後像這個毛衣也是被網友罵很誇張的 那時候我在韓國IG開一個投票 然後他們會問說 到底要不要買這個毛衣呢 好看啊 可是因為這個真的太厚了 我光試穿完就流汗了 然後最後 那你會冬天啊 最後我在IG開投票的時候 全部人82%說不要買 可是我打開看那個票數的時候 我已經買了 可是... 這都可以看得到嗎 真的還OK吧 對啊 好看 你穿不到你賣我 是喔 在家裡賣 真的嗎 因為有時候都會穿長袖 是因為我真的 雖然說我本身不白 可是我還是希望不要曬黑 就是希望可以維持在現在的膚色 所以你不想要曬黑的方式 就是穿毛衣 對 合理嗎 你 有時候還會戴口罩 戴墨鏡 然後騎機車也會穿長袖 這樣的時候 我去那種外面住飯店的時候 那個頂光啊 我還會爬上去把它喬掉 怕曬黑是不是 就是怕一直直射 會有一些紫外線啊什麼的 那這膨光怎麼辦 那個膨光我就是 就能選角落的位置 我就盡量選 真的 那個比較酸 很誇張耶 然後趕快錄完趕快跑這樣子 不要戴太久 真的還要戴太久嗎 OK啦 因為你是挑個顏色 讓自己開始心情愉快 安心你可以帽子戴著 對 就粉紅色的感覺 然後口罩戴著 OK 好啦 好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小收藏 就不算是太貴 可是我覺得算是 所以色系上面 會讓你得到一個安慰 對 我覺得蠻開心 像我每次錄這個節目 我永遠都坐在粉紅色這邊 我從來沒有坐過藍色那邊 奇怪 對 我真的沒有坐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試那麼多次 真的 我好像這個位置 好像為你而設的 真的耶 而且你每次都坐這 我每次都坐這 對 你是這麼怕曬黑 得到了一個結論 也推薦給女藝人陪 以為如果你們要來 錄這個節目的話 這邊比較不會曬黑 怕曬黑都來這裡 人家斯亞都沒有在怕曬黑 你在那邊 她那麼白也好差 真的 所以斯亞你是天生白嗎 還是你也是像他一樣這樣防曬 怕曬黑 我是天生白 但是我也很怕曬黑 但是我覺得 無論你是皮膚白或是黑 我覺得每個人的那個狀態 好不好才是比較重要的 不然其實無論你是皮膚白 或是皮膚黑 或是你是務實派 或是浮誇系的穿搭 都會讓人家倒退散步 那我本身是對保養 就是非常的要求的人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因為熬夜 晚睡 可能氣色會變得比較不好 那或是吃炸物 女生月經來長生理痘 就是整個狀態會變得比較差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去推薦一些商品 或是工作的時候 就會讓人家覺得比較沒有幸福力 那我又是常常需要廠商寄給我 試吃商品 那有時候如果真的適到不適合了 我可能就會 也是狀態變不好 所以我對保養這一塊 我就特別注重 那我最近呢 就是有用到一款用喝的保養品 對 就是這款 對 它非常厲害 它現在網路超紅的 我身邊很多藝人朋友 也都有在喝 我喝了之後呢 我覺得就是整個狀態變得非常好 就算是沒有上妝 也是非常的有氣色 然後今天也有帶來給大家 大家可以試喝看看 就直接開了就可以喝了 對 直接開就可以喝 它不用配水 也是有點粉紅色的感覺 對 好喜歡的 喝起來 喝起來 妳是眼睛這個是紅色 這個光照出來就粉粉的 韓國專利 對 它這個膠原蛋白非常好喝 大家沒有覺得它喝起來 跟一般的膠原蛋白不太一樣 就是它 醬果汁 對 它沒有腥味 而且它是有一個莓果味 但是它非常厲害的是 它是韓國專利的雙生膠原 然後它用到的是 韓國皮膚科學研究院 就是共同研發的這個技術 它用到了二生態跟三生態 這兩種膠原蛋白 它分子非常的小 只有1000道爾頓 所以可以讓我們人體 很好的吸收 像大家可能不是都會用一些 可能吃豬皮 或是一些富含膠質的食物嗎 它的那個分子其實非常的大 那我們人體反而是不好吸收 它這個分子非常的小 所以它是很好的 可以被我們人體吸收的 而且這個等級的膠原蛋白 目前在台灣是很難找到的 那只要一天一包 無論你是早上喝或是睡前喝 都可以 連韓國歐膩 孫英針也有在喝 它莓果味是添加了什麼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它就是這樣喝起來甜甜的 是不是加了糖或是調味劑 才能好好喝 它是用到的紅石流果汁 是原汁 所以它裡面有大量的維他蜜C 大量維他蜜C可以 對於我們這 你那一包有多大包 你知道嗎 不是 我們不要浪費 因為它這個 這個這樣你要擠好它 對 把它擠出來 裡面都會有一些點的 要把它吸乾淨 那因為它 因為大量的維他蜜C 可以幫助我們很好的 膠原蛋白合成 那我們女生一天 需要的膠原蛋白是5000毫克 但這一包就是6000毫克 超過的 直接加好加滿 而且它還有添加選米賽若美 所以可以維持我們的水潤感 OK 那也非常多的就是美妝大獎 都有獲獎 那還有近百位的醫生 都有推薦分享過 所以就是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這個酸鮮膠原飲 而且喝起來 有那種莓果的味道很香 而且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後一點都不會像是那種 有些會喝起來 格格 對 或是有一些那種奶的 就是反而會長冒種 我還想再喝一包 這邊還有 這邊 直接整組給你 真的 用喝的膠原蛋白 沒錯 這個可以讓我帶回去喝嗎 可以 拿回去喝 還滿好喝的包也給你 男生女生其實都非常的需要 這種氣色 還有膠原蛋白的部分 而且它這樣隨身一包 其實很方便 就戴著包包裡面 就算你要出門或什麼之類 戴著也都還滿方便的 對 而且我覺得就是 喝了這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我的整個氣色 變得很好之外 就是很像那個水煮蛋的肌膚一樣 光光滑滑透透亮亮 QQ彈彈的 對 就算沒有上妝 也是覺得氣色很好 真的喔 那真的要多喝一點 謝謝思雅 好像還有一個還沒有講 浮誇戲的那種行為 來 右眼 最後一個排行棒 其實就跟愛碰轟有點關係 好 第二名就是只要揉個眼睛 他就會被他們這樣說 他是不是在大哭 好 這再來百分之17.6 有網友就分享 還有一個朋友就是有點 要說他過分細心 還是就是有點放大 就是只要朋友之間 有一些小小的動作在他眼裡面 可能就會有不同的解讀 然後就這樣散播出去 舉例來說就有一次 就有一個同事 就是像剛剛這樣一樣 就是可能眼睛有近紗 或者是眼睛不太舒服 然後在那邊揉眼睛 可能低著頭用眼睛這樣子 結果他就到處去跟人家講說 他最近是不是失戀 我看到他這樣上班的時候 都在善然淚下 然後也有一些朋友 就是屬於那種喜歡跟人家 較勁的類型 譬如說只要每一次 遇到那種朋友之間 可能在講說 我會做什麼 會什麼什麼 不得了 他就會跟人家講說 我認識誰 誰 誰 我做什麼事情很厲害 說實在的 其實就是只是想要彰顯出自己 好像特別厲害 不過都會被人家發現 都是在碰空 我有碰過一個很ㄎㄧㄤ的女生 我沒有跟他很熟 反正他打來就跟我講說 他 我被打了 我說 怎麼了 對 他說 我被我前男友的女朋友 對 然後我那男朋友離開 沒有留下來 然後現在那個女生 要繞人什麼的 然後我被他過肩摔 然後就講到最後 他就說 其實我是打錯電話 他打錯電話 跟我講了一個多小時那個狀況 然後後來我聽到別的朋友講 這個人講話很浮誇 其實就是他要繞人來 他其實是他自己喝醉酒 他去推人家 然後最後他說 他找那些 他的前女友找到那些人 其實是微觀的觀眾 就他已經很醉了 ㄎㄧㄤ了 ㄎㄧㄤ了 重點是 我還有內心想說跟他不熟 想說關心一下怎麼樣 跟他講 也聽了一個小時 也講了一個小時 他叫我去現場什麼 然後我想說也沒有到那麼熟 怎麼那麼奇怪 是不是 像這種講話就很浮誇 會讓我們很困擾 那他本來是要打給誰 怎麼會打到你那裡 可能他打給他 黃之家 黃之家 對 差一個字 點錯 打給另外一個更浮誇的 對 好錯 這個太扯了 是講了一個小時才發現 自己打出電話 對 他還跟我講說 我講出電話 你還真有耐心 跟他講了一個多小時 真的 關關 你為什麼要在外面鬧事呢 不是 有時候其實 不是我們講話浮誇 是因為 就是 不是 是因為你們本身愛吹牛 我們愛聊天 我們就聊起來 因為有時候同學之間聊天 就會講說 你爸爸做什麼的 我家開醫院的 然後我媽是明星 然後聽起來很厲害 我想說 因為我們家是一個普通家庭 我說要聊大家來聊 然後 然後他們就 那你爸做什麼的 我就說 我爸之前就做水電工 然後他們就開始就覺得 蛤 我說這氣勢不能輸 我說 我爸水電工 快要被挖腳去台積電了 然後聽起來就超厲害 然後可是因為那只是一個 就是說他在台積電上班 但是實際上 只是在家裡買台積電的股票 對 然後可是因為就是這種事情 就是聊過就算了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不太重要 想說這只是他們愛碰的話 我就跟你們講 我也不知道你家是不是真的開醫院 然後直到最近就接到一通電話 是來自我以前的高中同學 他們說 我最近看那個 股價大碟 那個你爸退休金還領得到嗎 我說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 你爸不是在台積電上班嗎 我說我忘記 好難怪 自己講到忘記 真的 做人有時候真的腳踏實地 不要太浮誇 誠懇待人 就到哪裡都會受歡迎 而且有時候自己講那個謊都忘記 別人就會對你的心理打嘴 低調一點 行事還是比較好 對 像我那天也看到一個報導 是說一個媽媽就是 小孩子在上幼稚園 然後就在問到說 你們有沒有去過101 看台北市的景 然後他們就舉著 他就說有 老師就是看他平常穿衣服 那種隨便穿 然後覺得他可能家裡環境不好 然後就 你有去過嗎 你真的有去過嗎 老師這樣 為什麼來 誤會學生 然後後來媽媽很氣 連續一個禮拜開特斯拉 開Benz 載小孩子去上課 然後上完課以後 一個禮拜他就把小孩轉學 對 就是這樣 媽媽也是滿賭氣的 就是 你要這種感覺上浮誇 我就浮誇給你看 要不然平常他是很低調在做事 騎摩托車載小孩子 是 對啊 不要把他們逼出來這樣 真的 逼出來 好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來 按讚留言跟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在網上